去年 苹果用M1让大家重新认识了ARM价格的电脑处理器 今年的M1 Pro和M1 Max 在去年基础上疯狂堆料让大家重新认识了Mac 但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除开对新机器造型、刘海等等的吐槽 各位UP主都对它在视频创作方面的生产力表达了非常强烈的认可 隔壁的影视飓风甚至卖掉了他们公司所有的PC 换成了M1 Max的MacBook Pro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有疑问 那这就是一台视频创作专用的笔记本电脑吗? 那我就是一个游戏玩家 这电脑行吗? 它在除了视频创作以外的领域 实际性能真的有苹果发布会上说得那么强大吗? 所以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虽然说比较晚 但是我们的视频还是来了 首先我们来直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苹果说M1 Max的GPU性能非常强 那是不是意味着Mac终于有希望打游戏了? 那不如我们先来看看Mac上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先说结论 Mac绝对不是一个适合打游戏的平台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从早到晚玩鼓励影的 别的先不说 我这台M1 Max的顶配Mac Pro Pro 16 选完已经超过了三万块钱 但它就连打个原神都做不到 除非你愿意用神奇的方法在电脑上玩手机版原神 对了 那个手机版是不知是见数的 那么万能的Steam呢? 我认识的人里面 云飞的Steam游戏库大概是最充实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游戏库里有几款游戏能在Mac上原神运行 第一款能玩的游戏居然是中国式家长 那这么一路看下来还真没有多少款游戏能直接在Mac上玩 就算你能玩的游戏体验也绝对算不上好 比如说像CSGO 这个100来帧的平均帧 我觉得完全谈不上什么游戏体验 不过这些问题倒也确实不怪M1 Max 那毕竟一方面Roseta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基本上英特尔的Mac能跑的游戏 M1 Max通过Roseta都能跑 但问题是 就算英特尔处理器的Mac也没多少游戏能玩啊 以前Mac还在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时候 如果你非得玩游戏 至少还能用Botcamp装个Windows 虽说老款的MacBook Pro TPU规格并不能算很高 但至少大部分游戏也能解决个能玩的问题 但从Mac换上M1的那天起 Botcamp这个词彻底成为了历史 Mac和Windows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关系 如果你想在新的Mac上玩Windows游戏 现在要么你就是去装个Windows on ARM的虚拟机 平心而论你确实是能玩不少游戏的 比如像战地3啊 GTA5啊 甚至说比如像孤岛危机3啊 Control这类游戏能跑 但如果说你要打个原神 不好意思 你依然连界面都看不到 那毕竟Windows on ARM的兼容性嘛 反正抖的都懂 那有些同学会说了 不是还有crossover可以直接在MacOS下面 然后用Roceta2跑Windows游戏吗 确实好复杂 那确实能玩 但是依然很有限 比如像赛博朋克2077 你也就能看个菜单 或者说比如说 继续玩个原神吧 你还是想都别想 所以说说到底 Mac依然是Mac 它的性能再强 也不是为了游戏玩家所准备的 毕竟你想想 M1 Max的发布会上 甚至压根都没有提到过游戏 所以你是个重度游戏用户的话 看到M1 Max的性能 如果你还捂不住钱包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三思而后行吧 毕竟说3万块的笔记本 连个原神都打不了这件事 我是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那说完了Mac本身游戏兼容性的问题 再来说说游戏厂商的支持程度好了 自M1推出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还在更新的Mac上的专业软件 以及绝大多数日常使用的软件 都已经有了原生运行在ARM上的版本 甚至连中国第一产品经理的微信都已经原生适配了 但是游戏这边目前也就只有寥寥数款 比较大型的游戏也就是魔兽世界啊 博德之门3啊等等这是原生运行的 你可以看得出游戏厂商们 似乎根本就没有把Mac平台视作一个重要的战场 毕竟Mac在游戏领域不太行 这个印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了 就算是M1家族的性能再强 整个Mac产品线的价格分布就决定了 它们注定属于小部分人 那么对于游戏厂商来说 再开发一个版本的动力就不太够 这也是Mac上没游戏可玩的深层原因 所以倒不是说像M1 Pro和M1 Max的游戏性能如何 而是Mac直到今天都不是一个适合游戏的平台 但这里是极客湾啊 我们还是想知道M1 Pro和M1 Max的游戏性能到底如何 是不是真的有苹果在发布会上说的那么强大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好的跨平台测试工具 也没有什么适合测试的原生游戏 所以最终我们决定自己来做一个Benchmark 来测试它们的GPU游戏性能 这也正是这期视频为什么到现在才能跟大家见面的主要原因 说到我们这个Benchmark的开发过程 可谓是一波三折 首先我们自然是想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虚幻5 毕竟这是目前数一数二先进的游戏引擎 而且在打包选项里明确写着可以打Apple Silicon的包 然后我们就是心冲冲的做了一个demo 然后心冲冲的打包 然后一运行 哇 真流畅 这个帧数 这个效果 真不错 然后打开活动电视器一看 操 我明明打的是Apple Silicon的包 为什么还是跑在Roceta下面啊 经过反复尝试 反复验证 最终我们意识到 虚幻5和虚幻4 目前的确没法打出原生运行在Apple Silicon环境下的包 也难怪游戏厂商不给M1做适配 连游戏引擎都没准备好 那你让游戏厂商又能怎么做呢 于是我们只好再次回到原点 这次我们决定试试看Unity引擎 果然啊 Unity引擎的兼容性绝对是名不虚传 那我们使用Unity官方的一个测试场景作为基础 做了一个原生运行与Apple Silicon环境的Benchmark 这个Benchmark强制2560×1440运行 通过一个特定的摄像机路径 然后记录运行整个场景下的平均帧 尽可能去降低CPU负载 我们测试的结果就是 这样 那从Unity的测试结果来看 M1 Max的GPU似乎比冰刃5Plus的140W 笔记本3080要弱了不少 而且它甚至没有打过台式机的3060和660XT 当然它比起3050确实还是强多了 但这个测试结果总感觉怪怪的 难道苹果发布会上的PPT是骗人的吗? 我们又跑了一下3DMark的WLE Unlimited测试 M1 Max上是可以跑原生的WLE测试的 结果和Unity测试的结果可以说有不小的差异 在3DMark里面 M1 Max的性能和140W的3080差距要小很多 也要高出台式机的3060和660XT不少 青春版的M1 Pro则更接近3050的性能 按照这个测试结果 M1 Max倒是很接近苹果在发布会上提到的 接近3080 Max-Q的性能 虽然我们做的虚控5Demo只能运行在Roseta环境下 但是它的测试结果反而比原生的Unity 更接近3DMark的测试结果 从虚控5的结果来看 3DMark测试的结论基本上是符合M1 Max的实际性能表现的 因为我们这个Demo为了减少CPU对成绩的影响 CPU负载相对比较低 所以虽然转易会带来比较大的CPU性能损失 但看起来GPU的性能损失并不算很大 而且虚控5在M1上的表现 确实明显的要比Unity更好 看起来Unity在Mac上的优化空间还非常大 如果Mac能继续在GPU上发力 游戏厂商开始在Mac上跟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功耗方面在运行3DMark时 M1 Max最高功耗大概40W左右 M1 Pro则大概是20W 比起140W的3080和55W的3050来说都低了太多 单从能耗比上来说 这两颗GPU在桌面端暂时是无敌的 总的来说 GPU性能方面在优化良好的环境下 基本上M1 Max大致相当于3070移动版或者3080 Max-Q的水平 但在优化一般的情况下 它甚至是打不过台式机的3060或者6600XT的 最低配的阉割版M1 Pro则只能跟3050去绊绊手腕了 所以说M1 Max现在在游戏方面只能说空有一身肌肉 其他的所有东西都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优秀的能耗比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苹果的实力 你别忘了这颗GPU还只是A14和M1的那台架构 A15上那个更优秀的新架构GPU还没装在Mac上了 测完了GPU我们也来看看M1 Pro和M1 Max的CPU性能 猪王的这台M1 Pro是最低配的版本 6加2核CPU加16G内存 我这台M1 Max是顶配版本 8加2核CPU加64G内存 我们首先来看看最熟悉的Cinebench R23 那么在Cinebench当中 6加2核的M1 Pro跑出了多核9500多分 单核1500多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要稍强于i5-11260H 但是要弱于i9-11900H或者R7-5800H 而8加2核的版本则跑出了多核12500多分 单核1500多分的成绩 它大致相当于i7-11800H或者R7-5800H的水准 比起冰刃5Plus上的i9-11900H略低 在频率策略上 M1 Pro和M1 Max也依然延续了 M1上的单核锐频3.2 全核锐频3.0的水平 是一个能耗比极度优先的频率标定 所以其实我对M1 Pro和M1 Max的 纯CPU部分规格是有一点失望的 虽说12代没出的情况下 这个性能还算是能打 但是12代笔记本产品线现在已经见在闲上了 但论CPU部分的性能 我觉得还是多少保守了一点 我本以为苹果多少会在这种重量级产品上 把CPU频率提上去一点 牺牲一点能耗比去换取更高的峰值性能 但是苹果还是选择了能耗比最优先的思路 所以即便是M1 Max的架构 依然是IPC冠军 但频率更接近的12代 反而才是接下来一年的单核之王 我不知道苹果明年在M2系列上面 会不会因为工艺改进 让单核性能更上一层楼 但CPU性能 如果你只是跑一下Cinebench的话 未免是过于片面了 Blender现在也是原生知识Apple Silicon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场景 来对比一下这几颗CPU的性能 毫无疑问 台式机的12900K 在这个项目当中依然是碾压的 毕竟它的规格实在高太多了 而其他几款CPU的成绩 也基本上还是符合前面Cinebench R23的测试结果 不过从这两个测试你也看得出来 M1 Pro和M1 Max的CPU部分 在原生软件下的峰值性能 大致就是11代i9H45或者Ryzen 5000系列笔记本标压主力器的水平 那么考虑到笔记本的12代并不太远 我觉得这个CPU峰值性能 只能算是不过不失 尤其是和GPU的性能相比 只能说在CPU的性能压榨上 苹果这次还是太保守了 不过苹果呢 毕竟还是苹果 M1 Pro和M1 Max的能耗表现依旧是冠决群雄的水准 满血的M1 Max在进行Cinebench渲染时的功耗仅有30W左右 相比之下 性能近似的5800H此时的功耗大概是60W 而11900K更是将近100W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12代移动端也是做不到M1 Max这种能耗比的 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16寸的版本上 M1 Max在进行30分钟的Cinebench测试之后 CPU完全不会降频 而且此时的风扇转速也只有2000转左右 这个时候可能比Intel处理器的MacBook Pro待机的说到安静 当然它也保留着Mac的传统异能 插不插电 性能都不受影响 这次苹果在发布会上专门强调了新机器不外接电源性能也不会下降 很多不熟悉Mac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是个不得了的新特性 其实这个是MacBook Pro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 M1 Max的16寸MacBook Pro的确不论是CPU还是GPU 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和插电的情况下 都保持了相同的性能 而我们这次参测的Windows笔记本 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性能下降 CPU性能的下降幅度还能勉强接受 但是GPU在电池下的表现实在是…… 这个就不得不吐槽老黄用着最先进的GPU架构 却用着三星8nm工艺去制造他们的RTX30系显卡 表上就是16寸M1 Max和14寸M1 Pro的CPU和GPU分别满载和双烤式的典型功耗 不得不说 他们的能耗比你现在确实是找不到对手的 但除了峰值状态下的功耗 日常使用状态下的功耗同样重要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13寸M1 14寸M1 Pro和16寸M1 Max在日常场景下的功耗 那我们已经打开两个我们自己的4K视频 统一200nit亮度 外放音量开到一半 M1 Max要跑到7W做的SOC功耗 M1 Pro则只要不到3W M1更是只要1W 更不要说因为更大更亮的迷你LED屏 以及浮夸的外放带来的整机额外的功耗 毕竟这台M1 Max配置了64G 512位的内存 这个耗电量还是不容小觑的 再加上小和规模又比M1小 所以低负载下的能耗比 其实它并没有M1那么变态 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 即便是电池大了很多 我这台M1 Max的MVP16续航 是的确不如M1的MVP13的 所以如果你买Mac的目的只是为了日常办公 用不到M1 Pro和M1 Max的性能的话 M1依然是个好选择 总的来说如果不调用任何的特殊单元 就按照一台传统PC的视角来看待新的MacBook Pro 似乎它就是一台能耗比和续航非常优秀 做工和周边配置天花板 但是绝对性能也就大致相当于11800H加上移动3070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而且似乎在明年的12代处理器推出之后 它现在的性能优势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事情真的只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M1 Pro和M1 Max在发布会上最让我们吃惊的其实是内存带宽 M1 Pro给了256位位宽的LPDDR5 6400内存 而M1 Max则是给了非常恐怖的512位位宽的LPDDR5 6400内存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M1 Pro拥有200G每秒的内存带宽 M1 Max拥有400G每秒的内存带宽 作为对比 英特尔12代桌面酷睿i9-12900K搭配双通道DDR4 4000内存时 大概可以获得60G每秒的内存带宽 AMD的现成撕裂者TR390X搭配四通道DDR4 3020 大概可以获得100G每秒的内存带宽 说白了我从来没有在处理器上见到过这样的内存带宽 因为要想实现这样的内存带宽 你不仅需要更多的内存颗粒 还需要更大规模的内存控制器 512位的内存控制器 之前只出现在类似像3995WX这样的处理器上 但是3995WX因为还是DDR4内存 内存带宽其实也不过只是M1 Max的一爆而已 那么苹果为什么要给这么高的内存带宽呢? 难道只是为了图一流? 当然不是了 其实这种设计思路倒也不是苹果一家 这是PS5的主板 它板载了256位的GDDR6显存作为CPU和GPU共享的内存使用 理论带宽448G每秒 甚至说它比M1 Max还要稍高一点 虽然长得和M1 Max这种内存颗粒直接放在袋附近的设计不太一样 但实际上它们才是真正的远方兴起 苹果在M1上开始使用这种内存颗粒直接放在CPU旁边的UMA内存架构 让CPU和GPU等等SoC里的所有元件都可以用到统一的大内存 和PS5以及XBOX内存思路其实是比较近似的 但是不同的是苹果用的并不是显存颗粒 而是延迟相对低的多的内存颗粒 比如像这次使用的就是LPDDR5-6400的内存颗粒 我之前的视频里聊到过 主机的内存设计其实主要是为了满足GPU庞大的内存带宽需求 而相对会忽视延迟需求 为了测试M1家族真正的内存性 我找了另一位非常厉害的UP主 就是At虽然但是张嘿嘿 张嘿嘿其实前几天做了一个非常硬核的benchmark 跑出了M1系列真正的内存调度策略 详细的过程大家可以直接去简介里去看一下张嘿嘿的视频 那我就直接说结论了 M1 Pro和M1 Max的CPU所能调度的内存带宽都是200G每秒 大致相当于PC上的线程思维者3995WX 搭配8通道D.S3200内存时的带宽 而M1 Max的巨大内存带宽实际上是为GPU服务的 所以两者的CPU部分的的确确是完全一样 苹果的刀工还是非常精湛的 那GPU部分才是两者真正有区别的地方 M1 Pro可以调度200G每秒的带宽 而M1 Max则可以调度400G每秒的带宽 其实这种统一内存架构所带来的最大优势有两点 一个是对于CPU来说 遇到需要极高带宽的计算任务时 它可以获得像显存一样恐怖的带宽 其实这里面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在极高分辨率素材下的视频剪辑 这种需要巨大数据交换的实施任务 对于内存带宽的需求就非常高 另一个优势是对于GPU来说的 统一内存架构可以让GPU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巨大的显存容量 你要知道台式机的3090也就只有24G的显存 但是M1 Max你最大可以选到64G内存 对于GPU来说爆显存这件事情变得更不可能了 这对于贴图巨大的3D项目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比如像大型的CCD项目等等 苹果最近加入了Blender基金会 让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容量的显存该怎么用了 M1系列让大家意识到SoC里集成的各类加速单元有多重要 在去年的M1上H.264和H.265的加速单元 已经让各位视频创作者们惊呼FCP的导出性能了 不过其实英特尔的核显也有类似的加速单元 但这次的M1 Pro和M1 Max不光有H.264和H.265的加速单元 它们还集成了一个对专业消费者非常有帮助的加速单元 就是ProRes加速单元 那你还记得Mac Pro上有一张可以选装的Afterburner加速卡吗? 那个就是一张用来加速ProRes解码的专用加速卡 但因为那个时候苹果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处理器 所以它只能作为一张扩展卡插在PCIe上面 而那张加速卡的选装价格也非常感人 15000块钱 15000你才能获得ProRes素材的硬件解码能力 你想想看现在同样的价格 你可以直接买一台自带这个东西的M1 Pro笔记本 你这么一算就明白为什么隔壁影视飓风的team会把手头的PC都卖掉了吧 所以网上有人说M1 Pro和M1 Max的Mac 是一台专门为了视频创作者优化的电脑 说实话也没说错 已经用非常多的UP主测试了新MacBook Pro在剪辑时的性能表现 简单的说你的素材规格越高 这台电脑的表现就越离谱 而且FCPX和达芬奇下的表现也要强于PR不少 至于最离谱的状况是什么 你可以去看看影视飓风首发的评测 但前提是你的视频里不用AE 除了硬件上本身的这些优势以外 这一代的MacBook Pro作为一台笔记本电脑本身 也有着在同类当中非常优秀的整机素质 首先是这次争议很大的外观设想 首先我要说我个人真的非常讨厌这个刘海 我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刘海 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空空如也的刘海 如果它像iPhone一样塞进一大堆传感器 给笔记本带来Face ID结构光 那我也不是不可以勉强接受 可是拜托 这里面只有一颗1080P摄像头 甚至它还不是iPad Pro上那个超广角的1200万摄像素摄像头 这么小的摄像头 你犯得着搞这么大一个比iPhone还大的刘海吗? 我不是很理解苹果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 但除了刘海之外 对于这次新模具的整体设计 我必须要说我非常喜欢 我知道你们会说这代MacBook Pro看起来又笨又重 长得就像是十来年前的MacBook Pro 但是这其实才是一台Pro笔记本该有的样子 我自己是16款MacBook Pro 15寸的受害者 当时的苹果为了让机器变得更轻薄 无所不用其极 用上了让人脑血栓的碟式键盘 砍掉了各种接口 砍掉了解好用的MagSafe充电口 作为一个给影视工作者准备的笔记本电脑 居然还没有SD卡接口 甚至连MacBook Pro招牌的电池容量都缩水 就像当年的垃圾桶Mac Pro一样 我承认它们有优秀的工业设计 但它们不够Pro 之前的切磁器Mac Pro和这代MacBook Pro 让我感觉苹果终于想起来Pro产品是什么意思了 也终于想起来MagSafe充电口到底有多好用了 电池也回到了能带上飞机的最大容量 三个雷电4接口也相当够用 而且你要注意这里的三个雷电4是三条独立的雷电总线 现在应该还没有其他笔记本有这样的设计 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在笔记本上见过的操作 它的耳机接口居然是有内置放大器的 可以直推高阻抗的监听耳机 比如我这个AKG的K702 这对于非常多使用Mac作为音频工作站的音乐人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 这个才是我理解当中的MacBook Pro 说回到机子本身 它的屏幕素质可以说在目前的笔记本里是当之无愧的天花板 mini LED带来了HDR下惊人的显示效果 对比度和峰值亮度都非常惊人 色域和色润表现也让人挑不出毛病 顺便还加上了120Hz的高刷 而且除了屏幕以外 这代MacBook Pro的外放也让我吃了一惊 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笔记本里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因为云视听外放实在是不准 我还是建议各位去店里自己试一下 你也用不着对比 你听一耳朵就知道咋回事了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是散热 猪王在视频里提到这代Mac左右两边的进风口 歌手 这是真的 但是歌手的原因是它的开口大了很多 那这个带来了相当大的空气流量 我们用TG Pro把风扇手动拉到最高之后 它的进风量是这样的 那这种侧面进风口相较于常见的底面进风口来说有一个优势 就是当你的桌面并不平整或者说铺着桌布的时候 它的进风并不会被阻挡 散热效能是比较稳定的 那坏处主要还是开口开得太大 确实歌手 然后拆开后盖 你会看到熟悉的梦幻单热管 但其实没人告诉你的是这根热管的粗细啊 是这样的 加上苹果的风扇策略是非常保守的 它倾向于让电脑尽可能以安静的状态工作 所以如果你开着监控软件 你会发现即使你CPU和GPU同时满载 它的风扇也不会以满速工作 所以你看起来它的温度会很高 但如果你把它的风扇手动拉满 跑个10分钟City Bench 你会发现它CPU的最高核心温度还不到70度 我忘了说 这个传感器测的是CPU内部的Hotspot温度 要比我们平常读到的CPU核心温度还要高一点 一句话来说 这是第一次有MacBook Pro的散热 让我觉得还不错的 所以抛开M1 Pro和M1 Max这两颗处理器不说 这次的MacBook Pro整体的素质也是笔记本里的天花板 对于能用上它的这些特性的专用户来说 它就是几乎无敌的存在 但考虑到它连原神都玩不了 那它也确实不一定适合你 而如果你要用它来做一些文本类的工作 那我觉得去年的M1 MacBook Pro 甚至是M1 MacBook Air才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这台电脑实在是太重了 这次的新MacBook Pro虽好 但并不一定适合你 那你也许说反正我不玩游戏也无所被刘海 并且已经决定开冲了 那下面这些事情是你也许需要知道的 这次即使是小史寸的14英寸版本 也有着1.6千克的重量 那对于一台14寸的笔记本来说 它绝对算不上轻 那换句话来说 这台机器已经比M1的MacBook Pro 13中了快半斤了 那如果和真正比较轻的笔记本对比的话 比如说你跟SyncPad的X1nano去对比 那它仅仅重了0.9千克 这一台电脑快顶两台X1nano了 而16寸的M1 Max顶配版本更是有着2.2千克重 它已经赶得上一部分游戏本了 所以如果你经常要出差 但是工作又不是非常是性能 那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这台电脑的重量问题 那其实Roseta的兼容性已经非常好了 基本上老Mac能跑的软件 M1系列的Mac都能跑 但是能跑归能跑 不见得性能就一定好 这两个新处理器的单核性能相较于M1其实并没有任何提升 转移之后又不支持AVX指令机 这就使得有一些还没有适配原生的软件 很多软件就算有Mac版 你也未必能学习到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个大学生 老师让你回家用什么什么软件做作业 然后在群里发了个软件 然后你室友作业都快做完了 你还在百度找软件的下载地址 考虑到M1系列的Mac基本上已经告别Windows了 所以说如果你对Windows的软件生态有着强烈依赖的话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负责任的说这块屏幕就是目前笔记本的天花版 前面我也演示了它在HDR下的显示效果有多精简 但如果你只显示SDR内容的话 除了黑色真的特别黑 其实你基本上是看不出它和上代显示效果的差别的 首先上代MacBook Pro的屏幕素质本身已经非常优秀了 其次SDR下面这块屏幕的最高亮度也只给了500nit 和上代其实是一样的 只有在显示HDR内容的时候才能跑到1000nit以上的亮度 所以说如果你能一眼看出SDR下两者的区别 那我觉得你一定是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所以说它的屏幕的确好 但是如果你平常不看HDR内容的话 它的好更多是用来占未来的 所以你要准确估计好自己的需求在下手 今年搭载着M1 Pro和M1 Max的MacBook Pro 向我们展示了苹果式堆料 是怎样让亮变成质变的 芯片层面上新的两颗处理器有足够强大的性能 同时有着没有对手的能耗比 整机层面上新的Pro模具 新的散热设计 大电池 回归的接口 以及目前可能就是唯一一款可以全流程制作HDR视频的笔记本 所有的这些东西重新展示了MacBook Pro的名字里 为什么带着一个Pro 虽然它有一个令人废解的刘海 虽然它现在几乎不能玩游戏 但是对于工作流合适且能够利用好它的人来说 它确实是堪称顶级的神兵利器 但它也可能是最挑人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你要买一台性能强劲的电脑 就是为了打游戏 或者说是为了炼丹等等这种非苹果优化的应用场景 这台电脑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 所以新的MacBook Pro的确是一台更好的Mac 它好得不得了 但是它也未必是适合你的下一台电脑 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长按点赞键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 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